我們終於跟大家一起來看一下這次神魔之塔跟間諜加加9合作大獎的一些資訊 當然這邊只是部分啦 如果之後有更完整的我會補上 接下來大家看到的都是剛剛在官方直播上有出現過的 那我這邊把他整理成一個懶人包 那剛剛在直播中也有提到這次拿到角色的方式比較不一樣一點點 這次是要拿活動幣來兌換角色 不過一樣會有專屬卡匣啦 這個活動幣是你只要每次抽卡就會獲得10個 累積10抽會額外給你30幣 也就是說你抽到10次的話就是拿到130個幣 這個是累積的你只要有到10抽就是130幣 沒有說你一定要10連抽才會多這額外30個 那要兌換活動期間的限定角色一隻就是250幣 也就是說20抽保底啦 活動期間首次登錄會送100幣 所以你的第一隻限定角色理論上是12抽就保底了 那剩下兩隻你要換好換滿的話就是各時9抽 這個是最衰小的情況 那如果你運氣夠好 你在這個卡匣抽卡的過程中是有機會直接拿到間諜加加9的角色 也就是我接下來要提到的三隻 首先我們先看到間諜加加9這一次是有一個專屬隊伍技 那發動條件這邊是不是看到了幾個不一樣的名字 這一次是沒有變身系統的啦 那剛剛官方直播上出現過的 是以代號為名稱的卡片 原本名字的卡片會以怎麼樣的形式來推出 我們就好好期待一下吧 總之你只要用這三人組當作隊員的話 他們的攻血回擊值都會有一個1.3倍 而且進場CD直接幫你減3啊 殺手睡美人也就是媽媽的部分隊長 即是隊伍中只有人類或大於等於三種屬性成員的時候 全隊攻擊9倍生命力及回復力1.5倍 人類會有一個額外6倍喔 有沒有覺得9跟6這個數字好像跟我們自家黑金有點像啊 那除了人類攻擊額外6倍以外 血回也會有一個額外的1.8倍 看起來倍率給的還蠻不錯的 必然延長移動符石時間2秒 你只要有消到火木或暗符石的話 人類成員無視拼圖啊 哇這個無視拼圖的條件相當簡單 而且放在隊長記 我們就來看看這系列會不會變成全新的副隊長人類大腿 隊伍技能的部分還蠻長的 我們一個一個跟大家一起來看一下 這邊發動條件是你用媽媽當作隊長 副隊長可以找媽媽自己或者是找爸爸 間諜++9成員攻擊2倍 隊伍不受中毒技能影響 好這邊稀有的防毒隊長又多了一張啦 這跟銀魂裡面星巴的姊姊有點像 月娥在劇中煮出來的東西也是暗黑料理啊 所以這邊隊伍技索性直接給你防毒 所有符石兼具火木暗發動角色珠的時候 這三個人會有一個攻擊力2倍 下面我們繼續看到如果你是用火木暗騎手轉珠的話 會把移動符石碰觸的前6顆 轉化為相應的屬性人族強化珠 每回合最多就是轉6顆 再來是進場的時候 會於媽媽的直行隨機一個位置出現武器 好看到這邊是不是又跟我們自家的 某張火龍黑金有點像啦 回合結束的時候會隨機在3個位置出現武器 場上最多就是6個位置出現武器 那你每消除一粒武器位置的符石 殺手碎美人就會追打一次 然後這個武器會消失掉 消除大於等於一粒武器位置的符石的時候 殺手碎美人無視敵人防禦 最後的話則是同一回合發動大於等於3次主動技 擊斃敵人後間諜加加9成員技能CD會減2 主動技的部分是CD7可以發動 解除風化符石狀態 一回合內符石二消啊 而且效果會持續到消除火木或暗打18顆的時候才會停止 隊伍中有大於等於3個間諜加加9成員的時候 全隊無視反手消跟連擊同等 就我所知媽媽在劇中是戰力的天花板嘛 這邊技能給的也是相當的不錯 再來我們來看昇華的部分 我覺得昇華這次很棒的一個點就是3個都是雙劍雙星 而且都只要消到3顆就可以觸發喔 接著來看一下武裝龍科的部分 武裝能力是延長1秒消除一組5粒或以上符石自身1.5倍 開招的時候再有一個1.5倍 龍科開下去的技能是一回合內人類成員攻擊提升25% 隊長以100%攻擊追打5屬攻擊各一次 一回合內無視無屬盾喔 有沒有覺得神熱很可憐 第一次出了這個武裝龍科之後 接下來被彈珠操 現在又被間諜加加9操 接著我們繼續來看像爸爸黃昏的部分 他是目屬性的人族 隊長既其實前三點都一模一樣 最後一點才是有區別的 媽媽的話是消除火木案 人類成員可以無視拼圖 那爸爸這邊的話是消除火木案 人類成員可以無視故事喔 從這邊其實就可以看出來 為什麼他前面隊伍技會讓你爸爸媽媽混著搭 就是要讓你可以靠著隊長技來 讓你的人類解鈍更多元化 隊伍技的部分這邊一樣是可以爸媽混著搭 那爸爸當頭的話有一些地方比較不一樣 前面3點都是重複的 第4點就開始有一點不一樣了 每首批消除10粒符石 於發動攻擊前對敵方全體造成1000萬點的無屬性傷害 哇這邊是可以無屬射白白的欸 不過1000萬應該是打不死敵人啊 就是用來撿那種20 30級盾給你偷摸一下 或者是破影聲用 首批消除40顆的話就變成4000萬點的無屬性傷害 那要消到40顆的話就是一定要疊三層上去了 不然版面滿版只有30顆 再來是消除大於20顆的話 全隊攻擊會有一個額外3倍 那最後一樣喔 同一回合開招超過3次的話 擊斃敵人間諜++9成員CD就會-2 主動技的部分就相當OP了 CD7可以發動 有沒有看到第一點 還原所有碎裂的位置啊 這邊是無條件幫你還原喔 講到牧人 講到還原碎裂 有沒有覺得某個一直死掉的合作人物出現在你眼前啊 沒錯 子龍可以不用再死掉了齁 那除了還原碎裂以外 也會把所有符石轉化為人族強化珠 一回合內自身攻擊3倍 然後再來也是一個非常OP的點 記錄移動符石時間完結一刻場上的符石分布 然後在你消除完珠子的時候 首批掉落所記錄的符石啊 相信有玩過持有的就會知道這什麼意思啦 假設你轉完珠子是10C滿版 那你消完之後 他就是再添降一個10C滿版給你 而且這邊更OP的一個點是什麼 回合結束的時候 還會把場上的符石再變回你記錄的符石一次 這個真的是非常的好用喔 最後是隊伍中有大於等於3個間諜++9成員的話 可以無視燃燒跟一不一傷 昇華的部分第二點跟第四點是一樣的 就是我前面有提到的雙劍雙星 那比較有差別的就是攻血回的價值而已 再來是武裝龍科 武裝技能是延長1秒 消20顆或以上自身1.5倍 開招的時候再一個1.5倍 龍科開下去的技能是一回合內 人類成員攻擊提升25% 隨機4個技能CD冷卻中的人類成員CD減少2 然後還可以延遲全體敵人行動一回合 最後的話就來看一下安妮亞的部分 這支撐的有點不得了啊 安妮亞的話是暗人 隊長技一樣前面3點是重複的 最後一點的話變成消火木暗增加3康 這邊就不像爸爸媽媽一樣有附帶一個解鈍能力了齁 不過加C也是個不錯的選擇 正副隊長就可以加6了 隊伍技的部分就要幫我注意一下 他不像爸媽一樣可以混搭 安妮亞就是只能搭安妮亞 間諜加加9成員攻擊2倍 有沒有看到第二點 迴避每個敵人的首次攻擊啊 講到迴避大家肯定會想到白夜叉或艾莉亞 他們都是有條件式的迴避 安妮亞這邊是無條件迴避每個敵人的首次攻擊 太可怕了 換言之只要敵人不是連擊 我們都是可以閃過去的哦 你遇到那種攻前盾或是隱身你沒辦法破的時候 對面又自帶一個什麼中毒的 你就完全不用怕對面中毒在家打過來會死掉 因為他打過來的第一下你是可以迴避的 下面兩點的話一樣 所有符石兼火木案 有發動角色珠的話這三個人攻擊力會有兩倍 再來也是一個很OP的點 根據最後結束轉珠時放手的符石種類 首批掉落15顆該種強化符石 簡單來講就是半個莉莉絲啦 莉莉絲是首批全掉嘛 那安妮亞這邊的話是掉15顆 再來最後這點也是重複的 開招大於等於3次 擊斃敵人間諜加加9CD就會-2 主動技的部分就又更OP啦 CD7可以發動 那要注意他是開關招喔 於移動符石時間內可任意移動符石而不會發動消除 常駐排珠啊各位 好啦其實他就是人類版的閱讀 好啦其實他就是人類版的閱讀 可以讓你無限排珠 而且有沒有看到一個點很相像 你開著的期間敵人的全體防禦會減至0 等於說你遇到石化也不用刻意去把石化珠解掉了 不過他這邊跟閱讀相比的話有一個副作用 就是自身攻擊機只會減至1 但是但是他給人類成員攻擊2倍喔 間諜加加9再額外1.5倍 這還不是最扯的喔 技能可以隨時關閉 關掉的時候可以讓你自選3種符石轉化滿版 真的是太誇張了齁 那這個轉化符石的固定位置跟數量的話 你就把它想成解放前的青史皇 轉出來的版面是一模一樣的 就是直行的固定6C然後看你自己點什麼 再來安妮亞的生還能力也有一些些不一樣 第一點就幫你把弓血回都加好了 第三點的話是會提升暗符石的落珠率喔 24的話就一樣 非常恐怖的雙劍雙星 這樣如果活動期間內你只能保底一隻的話 應該知道要選誰了吧 安妮亞不管當隊長或是當隊員都猛的要命啊 武裝龍科的部分 武裝技能是延長1秒 進關之後自身主動技CD減少2 如果有穿上這個武裝再搭配加加9的減CD 等於說進場兩回合就可以排珠了齁 消除大魚等於25顆符石人類攻擊額外1.1倍 再來龍科開下去的技能是一回合內 人類成員攻擊提升25% 一回合內完全回血跟武士拼圖啊 我總覺得這隻安妮亞肯定是哪裡做壞了 只不過這一次的話就沒有我們之前常態的看到一些隊伍技 像是武士燃燒年輔等等 OK以上就是間諜加加9的大獎資訊 帶大家搶先看一下 大家對於這幾隻角色還有什麼想法 都歡迎下方留言討論 感謝大家收看 我們下一部影片見 掰噗